是 哈囉大家好 我是概依 今天三件顆戰隊來到戶外的場地 今天不得了 我們要來挑戰 中古世紀生存遊戲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團長 引遊詩人 Denis 歡迎三間客來到我們 中古世紀生存遊戲的社團活動 今天我們會準備一些有趣的關卡 讓你們來進行挑戰 然後我們是一個LUB社團 實境角色扮演遊戲的社團 我們會使用像這樣子的泡棉武器 來進行遊戲的對戰 很多的玩家會穿上自己的扮裝 像蓋衣這身騎士的扮裝 我一直很想穿這種裝備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去準備 今天穿到也算是意圓我這個 Postplay的夢 騎士夢 對 騎士夢 團長 這個裝備一身上會有多重 這個裝備介於十幾公斤到二十幾公斤左右 那看你穿得多廣 以現在來看的話 大概應該還不到二十公斤 蓋衣身上也不到二十公斤 這個還沒有二十公斤 還沒有二十公斤 但是你有機會可以穿到更重 像 把鎖指甲也套上就對了 對 頭盔啊 什麼都上上來的話 但是泡棉線應該是不需要出動鎖指甲吧 放心 穿這樣子已經 防護力已經非常夠 它是針鐵 好針鐵 來吧 那商位現在覺得活動怎麼樣 我覺得卡卡的 卡卡的 這個算是重裝嗎 算是算重裝 不過照理來說 真的盔甲調整好合身的話 你是可以很輕鬆的動的才對 所以只是我們都習慣 對 就是要習慣一下 還有要更做一下細微的調整 那我們要開始今天的挑戰了嗎 那我們就開始進行第一關的挑戰囉 那我們歡迎第一關的關主 Steven 嗨 大家好 我是Steven某 好 我們今天的第一關是 弓箭戰 敏捷挑戰 我們要讓穿重腳的騎士 挑戰最敏捷的戰鬥 他們這樣是重腳的裝備 生命值16 弓箭的打中一次傷害是2 到中場的時候呢 會有旅行他們掉落的一些近戰武器 還有盾牌 近戰武器的傷害是1 盾牌可以擋住弓箭 也可以擋住其他的弓箭 我們看一下場地後方 這邊有一個小貓累 窗口如果被擊破的話 城牆就會燒毀 就沒有辦法再繼續躲在岩底後面了 注意看我們就要瞄準那個城牆 攻殘 關主 那我們等一下挑戰三位對手 也是重甲騎士嗎 是三位身手敏捷的刺客團 好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刺客團 哇 精靈耶 精靈刺客 刺客小隊 關主想問一下 就是我們這樣騎士團啊 穿一身重盔甲 這麼不靈活 有6滴血 那他們刺客團這麼敏捷 他們的血量是多少 他們這樣子穿的話 只有3滴血 所以如果兩發功命中 他們就 兩發他們的死掉了 哦 你們又想說騎士團霸凌了 打一個策略就是我們先打一隻這樣子 好 對對 先打殘 我們用一個坦克的戰術 誒誒誒誒 遊俠刺客小隊 你們等一下要怎麼對付他們 先看看他們的狀況 然後我們會派出刺猴去外面 收集在外面的人的服裝 哦 試圖把他們逼入神翔之後 全部擊殺 全部擊殺 他們的盔甲是6滴血 你們只有3滴血 你們會覺得自己比較劣勢嗎 又有機器 結果路人的盔甲硬的意思 又沒了 他好 也是集火一個就對了 Battle ready 開始 Battle 來囉 我被射箭了 哇 好困喔 好困喔 這麼困 我不相信 我快沒劍了 我快沒劍了 該因你中幾劍了 我沒過了 我沒過了 我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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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喔 我跟你強在這裡進去 快 快上 遊俠小隊積極的進攻 鑰匙射動他 慢慢地 我覺得 很有力氣 有力氣 要趴 可以趴 快 快 在那拼了 殺了他 什麼 鑰匙感覺怎麼樣 好累 蓋伊你怎麼一下就被射倒了 躺分 箭矢好難裝喔 而且我們沒有箭矢我想說拿盾衝去幫他們撿箭矢 結果就被射爆了 他們射很準他們會射 他們射很準 你有剛才看到我壓力有多大嗎 你直接頂著人家肚子射就對了 對 沒錯 我們就是一直在想恐嚇他 好兇喔 恐嚇他 歡迎三劍客來到中古世紀生存遊戲的第二關挑戰 定層挑戰 在裡面布滿了三個寶箱 我們要去把每個寶箱的守衛給擊退 並獲取裡面的寶物 下副本了 我們要去奪寶 我們要去奪寶 這個路程絕對不會太輕易 沒問題我們手起刀落 手起刀落 等一下要是你拿那什麼武器 你要知道 廚師 平底鍋 加8平底鍋 那蓋衣呢 我這個是應該算是一個長劍吧 勇士長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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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 他是小牌 喔 野蠻的小牌 有需要東速很快的東西 對 因為三個寶箱奪完之後 會有那個公主在結束的地方等我 等到三個寶箱搶完之後 你就會知道我們地層偷偷安排了什麼東西 喔 公主我來了 歡迎你們來進行挑戰 成為真正的騎士 OK嗎 OK Let's go 等一下 我們等下三個寶箱裡面有些什麼樣的東西 如果你打開寶箱裡面可能會有 可以讓你回復生命的藥水 這個可以回幾滴 這個可以回復6滴 然後你們可以分配兩個人 或者是一個人把它喝完 然後不完全限 另外一個呢 你可能會找到像這樣子的東西 而是飛斧 可以幫助你進行遠程的攻擊 我們是守護寶箱的 昌刃騎士團 你們這些貪男的冒險者 別想從我們這邊奪走任何寶物 貪男的三劍克騎士團 給酷 好 二師 一個ực 在 besoin 三師 一練 四師 咸 四師 四師 凱 三師 那一做 咸 K 沒有 我還有好幾滴血 我要躺翻了 什麼剩一個攻守嗎 我們要補血 你要不要補血 你們怎麼... 開寶箱而已 你們好邪喔 怎麼有一個補血 補血 你們好像邪惡的盜賊喔 你不能起來啦 你哭了 你倒回去 獲得 轉輔一枚 哇 蓋衣你們有損血嗎 我好像中了一件吧 損了兩滴 拔三個下 對我應該還有四滴 鑰匙咧 拔三個下 好 那我們一瓶六滴吧 我們一人喝一口 剛好一人補兩滴 那我咧 你也是兩滴啊 待會前你喝 我們先去救波波 兄弟我來救你了 再一滴再一滴再一滴 啊 我差點被嗆死 啊 我差點被嗆死 什麼 什麼 其實你們是不是口頭 所以目前 波波是兩滴血 沒有問題 欸為什麼 因為我剛才只被砍兩刀 那你為什麼是 因為我在躺分啊 你夾屎就對了 夾屎技能 接著我們就要去 開第二個寶箱了 搜刮了 第一個寶箱的冒險者 繼續前進 他們貪婪的步伐 遇到了路上的巡邏怪 這邊兩隻巨人 哇 這位巨人 快 這位巨人 啊 哇 哇 三任客陷入了苦戰 啊 啊 獲得槌子一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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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你們打倒野怪的目的是什麼 掠奪他們的武器 好 看起來比較好 看一下這個牛偷人 牛偷人 給他致命的一擊 致命的一擊 嚇 啊 啊 天啊 他已經沒有肉臉了 你還要這樣子對他 我們去下一關吧 我們去搜寶 我們去搜寶 不錯吧三件客 真沒想到你們可以闖到這裡了 但是就到此為止了 接下來 救我們 救急守護 來做你們的對手吧 第二個寶箱 救我們來守護 上啊 哇 沒有動手 怎麼會動手 是我一標 啊 蓋衣沒中 走走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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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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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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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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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屍體就會慢慢隱形就不見了 對對對 接著現在我們要去掠奪最後一個寶箱了對不對 我們的關卡已經走到最後了 你們今天好殘虐喔 我看到三件客野獸的一面了 Cosplay呢 是要連內心都Cosplay 你才算是一個 我已經變成角色了 我已經變成狂戰士了 該一拿到那把槌子以後整個人已經不一樣 第三關 走 他懶得冒險的搜刮完第二個寶箱 繼續他們的旅途 又又野怪 我能感覺到你們 雖然是我看不到 但是裡面有三個 忙健康 你能感受到我的聚錘嗎 你能敢 來 經過 下 爐 哦 開場荒脫 他這個腿部的柔軟度很好耶 等一下還有弓箱的手還沒解決欸 滋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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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雙交出來就好 投降 投降也是要被處決的 自己處理吧 這個必須要鞭尸 我要你欠負 你竟然拿假的 你竟然拿假的 打我嗎 打你 等一下 哇好恐怖喔 我要把魚馬翻吃 我要動他的手 我要把魚馬上克制 彈他的腳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這個已經在那個黃雕邊緣了 哈哈哈哈 你竟然跟假光投層 好吧 那我們解決這個野怪有什麼好處呢 欸 這只是野怪而已喔 對啊 這只是野怪而已啊 這裡沒有寶箱 慘然的冒險者來到了最後的魔王關卡 欸 我們是 營效維索骷髏團了 嘿嘿 來了三個小仙肉啦 是我們主人伯伯肉啦 嘿嘿 你們兩個 等一下就看出我表臉啦 我來就好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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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桌子 不要保護桌子 不用了 我要給我一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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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以在那裡打著 喔怎麼回事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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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他就大摩喔 大摩喔 哦 啊 啊 好 啊 哇 這個寶箱會不會打開之後 會有組件 圍穿 圍穿 人工的寶箱會不會 喔那開一下開一下 輻布要變成18歲了嗎 當寶箱打開 出發了一個詛咒 所有的怪都不活啊 阿 冒險的旅程現在才開始啊 有动手有动手 冲了 第一 令人狂来 不敌动 我真的打 不要打 恭喜我们贪婪的三剑客骑士团闯关成功 谢 三剑客骑士团 你们经历了很多的战斗对不对 真的 我们一路过关斩将 手起刀落 手起刀落 有没有体验到战场的残酷 我觉得我们比较残酷 我体验到原来我们是这么残酷的人 我们是嗜血的 基本上我们的社团的活动类似像这样子 我们可以穿上自己喜欢的扮装 跟玩家进行游戏的战斗 然后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 如果喜欢我们的游戏的话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社团一起来看一看 这个东西感觉好看是好看在 除了整身装备之外 你动作感觉都要练习过 这不是随便你来就可以 把动作做得很好看的 比如说像我们动作可能很小很丑 就这样啪啪啪一直弄可能就很难看 可是他们就会有一些很帅很炫的动作 可能要练习 我们有很多的专业玩家 来的话只要跟他们请教会 很乐意告诉你各种的帅气的知识 有没有哪边可以看到你们的训练 或者游戏的影片 基本上呢在我们的脸书社团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只要搜寻 LARP中古世纪生存游戏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资讯喔 如果想加入的话就直接资讯 欢迎欢迎 我们需要更多的骑士加入我们 那这一次呢中古世纪生存游戏 他们很贴心的还有提供了非常棒的礼物 都可以做变成头巾 变造 眼睛 头罩喔 那详细的抽奖办法呢 就到这里应该我的Facebook粉丝团看看囉 赶快拿下这个魔术头巾 锁指甲造型 波波你觉得今天这样累吗 满累的耶 可是我觉得满足我很大的一个心理的享受 就是那个Cosplay的感觉 对战我觉得还好 可是这种穿铠甲 然后有那种对话 我觉得很棒 很想到啊 有一个演出就对了 没错喔 那个演出类似那种戏剧的效果 我觉得非常好 大家都感觉非常融入在这个角色里面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 其实你同他一起做这件事情 你就融入 然后就很享受 就忘记你平常可能生活压力大啊 或在公司就 唉 这个角色好累喔 赶快换个衣服 就感觉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可以跟大家对战一样这种感觉 然后有一种团队合作的感觉很好 有一种一起冒险 然后我们是兄弟 我们一起杀出去的感觉 对一起杀出去 或是呀一起死 那种感觉 不要打我队了 你死吧 你就要死吧 你就要死吧 其实我要说你们可以穿着这样子的盔甲 然后跑完这两关 其实我觉得蛮厉害的 就是以第一次进来玩的来说 对真的是 有运动真的有差 因为我们一般人其实穿成这样子 大概打了一下就快走不走 其实你们来看他们三位其实发挥的很错 其实体力很棒 而且也蛮融入角色的 我蛮喜欢你们在战场上跟别人互动的感觉 我们的概念就是跟着眼 人家怎么跟你互动 你就怎么跟别人互动 然后两个人就是要玩得开心 对嘛 就是最基本的 这样才好玩嘛 对不对 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 如果大家想看我们三件颗战队的人 再去挑战其他项目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 我是杰杰杰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欸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有什么毛病啊 你们这已经不是他们该有的玩法了 你乱玩